给我杀光这些敌人 杀 殿下 请不要勉强 保住身体要紧 没事 本宫只是可惜 若本宫没有中毒 现在就能和将士们一同浴血沙场了 百里沉紧不会吃了药 千万了自己中了毒 这些和敌军打起来吧 咸仙一定伤兵重多 我还是去咸仙看看 李医师 营外有个叫许峰的人找您 师父 快请他进来 他可是精灵国首席医师啊 兰哥 终于见到你了 师父 我在这里的名字是李哥 你可别叫我兰哥了 师父你怎么会来这里 魏城的瘟疫怎么样了 魏城的瘟疫已经控制了 你不用担心 我听说太子殿下在边关病倒了 特意赶来诊治 百里沉紧病倒的流言 竟然传得这么快吗 是想要人人皆知吗 现在殿下中毒的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师父不该牵扯进来 没有 太子殿下好得好 今天还去前线奋战杀敌呢 是吗 如此身好 许大人 魏城的瘟疫可多亏了你 金灵首席医师 果然名不虚传 魏城的瘟疫能控制都是我徒儿李兰哥的功劳 魏城只尽了微薄之力 听说我皇兄赶赴边关 还把礼仪师带上了 许大人难道没看出来 我那皇兄对李兰哥的心思吗 兰哥聪颖过人 医术超群 太子殿下定是看中了他的能力 你可别装傻了 许峰 我看得出来 你和那百里沉浸一样 都对李兰哥有意思 许大人 我们 做笔交易吧 师父 你来得正好 现在前线伤病众多 我想去前线医治伤兵 后方军营就交给师父你了 太子殿下虽然服了苏柳的药 短时间精力充沛 但他毕竟是中毒之躯 万一有个三朝两短 我岂不是刚谈恋爱 就没了男朋友 你要去前线 不可 战场刀枪无眼 危险重重 况且 哪有军医随战士上前线的道理 师父 不瞒你说 我本来就是太子殿下 随身的医师 太子殿下如今身在前线 我不能其他于不顾 你是太子的医师 也是我唯一的徒儿 我不能看着你深入险地 我很早提醒过你了 不要和皇族的人 有过多牵扯 该保命时就得保命 医者不保自身 何以行依天下 师父今天这是怎么了 气势汹汹的 我奔赴前些行音有错吗 我本来的事情是最后的事 也许如此 这是我的